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讲之前我先请大家看一个小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转发是将近三万 评论是1.2万 点赞 11万 11万多点赞 说明大家很关注我发的这条微博 我说啥呢 其实就说了三个意思 一个意思呢就是说现在全社会 大家都认为玩这个电子游戏 是玩物丧志 跟吸毒是一样的 对这个游戏啊 我就感觉各方面不能够一个劲的就是说游戏不好 也有好的地方 今天我讲的就是好的嘛 电竞啊 美国陆军啊 美国海军啊 他们其实都在玩这玩意儿 而且作为正式的这个训练 不能够就说玩电子游戏就一律都不好 你说不好 另外你还在侃侃而谈说是什么啊 大书记云俱散 人工智能虚拟现实 虚拟现实是啥呀 维押呀 维押不是我们玩的好多游戏都是维押的 是不是 所以我就在微博当中 最后我就有这么一段感慨 我说要三思而后看 哎 你想说什么道理之前 你想想明白了再说 我说幽默是人类智慧的最高境界 科学幻想就是把梦 变成现实 它是把梦变成现实的催化剂 你得先有梦 再把梦想变为现实 通过什么呢 你总是通过AI啊 VR啊这些东西来实现 是不是 太极灵做了一个梦 修了一个太极灵 那现在有VR就很简单 修个太极灵那不太简单了吗 所以我说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 如果不能预见未来 你将永远生活在过去 2018年的11月3号 IG IG就是电子竞技俱乐部的一个塑写 获得2018年英雄联盟 英雄联盟简称叫IOL 全球总决赛的总冠军 中国的电竞登上了世界之铁 为国争光 这是中国英雄联盟职业联赛 十年磨一剑 历尽艰辛 终于得到回报 这不是为国争光吗 这不是跟这个 我们就说跟那个国家体育比赛 奥运会 这不是一样吗 我们看这个 这是美国陆军 美国陆军堂而皇之地在他的军报 美国陆军的军报叫星条旗报 通蓝的标题 就是山姆大师需要你 还记得那个吗 I want you 那是二战的一张宣传海报 I want you 我需要你 就是国家需要你 现在改成山姆大叔需要你 干什么呢 为美国陆军而战 那是和平时期 美国需要你 需要年轻人 为美国陆军而战 那怎么作战呢 玩游戏 不会玩游戏的士兵 不是好士兵 军报 美国的军报 通蓝标题说这个 那边呢 又是一个大海报 就告诉你 玩游戏 各种方式 对不对 美国陆军怎么样 就是招兵埋码 然后呢 美国陆军还 在2002年 大约十五六年前 推出了一个美国陆军 这样的一个电子游戏 新兵当兵 过去是先发枪 现在是先发你iPad 里头固化了一个软件 你先去玩游戏 游戏不合格 玩根本你就这个兵就退回去 不会玩游戏的士兵 是不能当兵的 过去发枪 现在发iPad 所以说呢 还有一个 士兵召唤 这两个游戏 美国陆军要求都得玩 从军官到士兵都得玩 你看现在和平时期 这成了一个潮流了 就是做这样 不仅是这样 在美国陆军 组建了电竞战队 这个电竞战队 在美国陆军当中的地位 和金骑士跳伞队 美国陆军的枪法队 一样 是一个专业性的战队 那就是说 陆军每年有认证 有比赛 另外呢 有专门的经费 而且有专门的军事基地 专门的训练设施 提供他们进行电子竞技 从中一层层的选拔 美国是有2300万人 参与这个电子竞技行业 其中大约有100万人 是美国现役军人 预备役军人和退伍军人 美国要向全社会 来宣传什么呢 通过推特 就相当于我们的微博 建立专门的账户 利用社交媒体 在社会上进行传播 社会上进行传播 不仅这样 2009年 这个美国 还花1300万 美元在费城的商业区 一个繁华的地段 建设了一个超活华的 美国陆军体验中心 就是一个游戏厅 你说那个地方寸土寸金 在那个地方建立一个超活华的游戏厅 干什么呢 社会青年 吸引你到那去打游戏 打游戏 提供什么 3V的M4突击步枪 炼射击 给你提供长空 Apache的武装直升机 让你去开直升机 M1A1坦克 去开汉马战车 玩 就是鼓励年轻人 这样的一种兴趣 所以说呢 这个 美国的这种玩游戏 已经是官方支持 军费 保障 而且有专门的游戏厅 让社会青年和军队的 下一官兵去玩 那么武器装备 对于年轻人来讲 如何利用维押 来加深了解 首先你得要了解 这个武器装备是什么 所以你得先把它做成维押 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科普 军事科普 军事科普最好的办法 就是把一个武器 给它拆解开了 一送潜艇 给它拆解开了 人进入潜艇里头 一个趟是一个趟是 的去看 对不对 比你现在的参观还好 说 这个 一个汽车 它分多少多少个分系统 一辆坦克分多少个分系统 一架飞机 自行火炮 这是火神密集阵 六管的 对不对 它是怎么运作的 怎么发现目标的 这个运作的过程是怎么样 一个飞机的发动机 像罗罗的发动机 那么复杂 那究竟是什么原理 才能够装到飞机上 能够让飞机去飞 所有的这些东西 都通过维押 把它制作出来 这是罗罗的发动机 一个模型 而且你了解了 而且你了解了它的硬性的原理 就可以去修理 哪个地方坏了 就可以去修理 如果说你不会 你就可以通过虚拟现实技术 然后远程异地 请师傅 请工厂的老师傅 请设计人员 维修人员 指导你 先怎么样 后怎么样 中国现在都实现了 远程异地的手术了 利用5G技术 利用维押的技术 将来可以远程 知道你怎么维修 零部舰出现问题 可以3D打印 海上的舰艇坏了 哪个零部舰坏了 坏了以后又没办法 你们在海上 你可以3D打印 所以说 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 然后进行武器装备的学习 模拟 就过去啊 有人算过 一辆M11坦克 进行作战实验 如果用实物的话 仿真 大约是两年时间 要花4000万美元 现在利用分布式 交互仿真技术 三个月 原来两年 现在三个月 原来花4000万美元 现在花640万美元 缩短了周期 大量的节省了 研制费用 而且关键是 确保首次 研制的成功率 我先有个想法 我想搞一种武器 这个武器 它应该什么 电磁炮 新干架武器 电磁外冲武器 你想的是这个东西 但是怎么样 把你梦想的武器 给它变成现实 搞一围压 围压完了 它的性能怎么样 对抗 设定各种条件 进行对抗 所以说确保武器装备的研制 过程当中更加的紧凑 然后研制的时间缩短 经费减少 这个美国四代战机 像F22 F35 现在都是使用的新型的 头盔式的显示器 从发现目标 到目标跟踪 然后使用光学和夜视 对目标进行跟踪 跟踪完了以后到 对目标进行摧毁 全程使用这个头盔描军 这边是一个 Apaq武装直升机上的一个描军 所以说维压技术 现在不是说玩电的游戏了 已经到了实际的作战 和操作使用 那么大家说玩这个游戏 它是经过什么样的程序 美国陆基础是瞎玩 一天起来玩游戏 你看 先从单兵开始 我们现在大家都进行过军训 单兵训练 就是先走步子 分解动作 对不对 人家这个 你看这在干啥 在上课 上课不好好做笔记 不好好听讲 咱这干什么 一个人一台计算机在那 公然的玩游戏 利用上班时间 上课的时候 公然的玩游戏 而且美国陆军支持 我看过很多的报道 美国陆军部长亲自视察 玩游戏的那个基地 鼓励大家好好玩 玩游戏太好了 这边呢 就是说单兵教练 单兵教练先从 一个步枪 M4突击步枪 M16 一个自动步枪 然后狙击步枪 坦克 装甲车的驾驶 你从前面我说了 了解了整个的坦克 它的内部结构之后 你要学会驾驶 学会使用 飞机 直升机 学会操作 然后慢慢慢慢 给你置入到一定的环境 沙漠 丛林 各种环境里头去 然后在这个环境里边 进行训练 有了团队 这就是战术训练了 对不对 三个人 一个战斗小组 十多个人 一个班 美国这次 他们玩游戏里头 一个团队 一班十三人 一个加强班 一个坚强班进行 你看没有 他就要有战术动作 你解决人质 这个 对不对 狭小空间里头的作战 谁负责狙击 谁负责掩护 谁负责破门 谁负责抓获人质 抓获人质以后怎么办 那这都是需要战术动作呀 对不对 而且整个的战术动作 你看了没有 全程录像 镜头回放 进行评估 教官最后就根据你的战术动作 你开了多少枪 最后命中多少 是不是 你的战术动作是不是合适 没有掩护的情况下 你自己冲在前头 那很容易被打死 这个要进行讲评的 这个要进行讲评的 这个呢 是美国海军陆战队 他们在进行一场海陆空的一场演习 在进行这样的演习 这个演习呢 包括海上的两栖装甲车 海上幅度 然后登陆 抢滩 抢滩之后路上展开 进行这个路上的作战 然后呼叫空中的支援 这等于是一个立体化的一个作战行动 立体化的一个作战行动 另外呢 这个散将 我们左边屏幕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这样的一个散将部队 他们在乘坐运输机他们在运输机上都是这个样子坐着 这是等待任务 每个人面前放一个散将包 然后一般的使用C17 环球霸王 然后现在呢 我们从左边这个屏幕可以看出 他们现在接到命令 马上准备跳伞 准备跳伞前都是这样一种状态 每个人把自己的伞 都挂在上面这样的一条锁上 一个一个连着 连着之后再这样 五四三二一 起跳 一个一个的往下跳 跳起去以后这个开伞 那么什么高度开伞 对不对 相互之间不能够缠绕 所有的这些都需要做出一定的战术动作 落地的时候 如何积聚在一起 这个伞怎么样处理 快速的如何形成战斗力 如何去找自己的这个车辆 或者是空投下来的一些重武器 这都一套的战术动作 你看跟下脚子一样 这边这个是什么呢 这边一个是在一个虚拟现实的一个区域里头 我们眼眸师这就有个区域 是一个绿区 我们眼眸师装修的时候 专门装修了一个绿区 这个绿区就用后驱抠像和虚拟现实录像 垫定基础 我们现在小伙伴正在 他们正在研制这个项目 希望不久的将来 我们会做一些这样的虚拟现实的一些节目 给大家看 他就是在一个绿区里头 然后训练 跳伞 一些跳伞的一些动作 这个训练的跳伞的动作 整个的合成的这个场景 跟刚才我说的实际的跳伞的场景都是一样 我们看到的这个人 这是一个真实的人 真实的人 他在这个 虚拟现实表演区里边 自己在这做动作 现在这是虚拟人 虚拟人这是在飞机上 这都是虚拟的 然后如何进行跳伞 这个人 这是一个真实的人 他在一个蓝区也好 绿区也好 他在那自己做动作 由于他戴的是虚拟现实的眼镜 他在虚拟现实的眼镜里头 会提供各种场景 飞机的藏匙 高度表 压力表 你看这不是高度表 压力表 让他离着地面多高 跳伞 这些 这好像是迪拜的一个棕榈岛 我们看 你别人看 这个人好像很傻 自己在那张牙舞爪地做各种动作 所以现在就是 他这个技术 因为不太熟 不熟练嘛 所以现在还处于用于 用这个围扬眼镜 这样一个状态 这就是这个人在 做这样的一个训练 我们现在看到的呢 是一个联合的 作战训练的一个场景 联合的作战训练 就是训练空对地 进行作战 这个从舰艇上 从其他的地域 起飞的各种作战飞机 包括战斗机 攻击机 就是演习 对地面目标 对地面的固定的堡垒 对移动的坦克装甲车辆集群 就是坦克了 或者对一些重要的活力点 一些有生力量 进行打击的一个场面 一个场面 你看这个模拟的都 整个的这个地形啊 地雾啊 地貌啊 海洋啊 对不对 你看展示的村庄啊 都非常的真实 这个飞机包括在什么 高度飞行 如何躲避高山 如何躲避地空火力 地空导弹 如何对地面目标 发动攻击 空中目标 如何进行协同 对地面移动目标 进行打击 如何的相互配合 这些做的都是非常好 这都是通过虚拟 啊 这个画面是我去年 在军武大美营 跟他们一块 我当时飞一架舰载机 我飞那架舰载机 坠回来 这个 这有几个玩家 那边是262 这个是折腾5号 他们都是高手 他们都是高手 他们俩玩游戏很厉害 他们从楼上往楼上 从楼下往楼上打 这边都开枪了 我还没看到前面的人呢 就特别有预见性 就对这个游戏呢 我感兴趣 实际上说起来 大约十七八年前了 当时是从红井游戏 大约是1997年 红井游戏开始出来 出来之后呢 我慢慢的就关注 因为那个时候 我在写网络战争 我在写网络战争的时候 我就说 哎呀我们以后征兵了 应该到中关村去找 将来的我们的网络安全 我们的虚拟现实技术 这些个都靠当时中关村算是中国的硅谷了 我说到这些地方招一些这种年轻人 将来呢投入到我们的信息化建设当中去 现在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玩游戏这个尾啊 它实际上将来相互之间的对抗 联合的演习 战术训练团队训练 整个的集团训练 联合作战演习 这就是一个看不到硝烟的战场 在这样一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 相互之间通过对抗 研制新型的武器装备 通过对抗创新战法 创新训法 对不对 除去军事的这些用途之外 我们还可以用在一些民间的用途 娱乐 我没说吗 我们都准备做一些虚拟现实的一些节目了 对不对 将来有可能我们看到的一些节目 都会是一些虚拟现实的 用不了几年 有可能就是这样了 对不对 医疗 远程医疗 有了5G了 有了虚拟现实就可以远程医疗 还有一个叫增强现实 就AR 我们大家以前玩的那个 Pokeman Go 那个就是增强现实 技术的进步是无穷无尽的 我们现在还处于虚拟现实的初级阶段 今年开始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开始 技术进步就会非常的快 非常的快 那么我们现在玩VR 还必须要戴这么一个虚拟现实的眼镜 叫VR眼镜 这个眼镜给你提供各种场景 你把眼镜摘下来 看现实世界看不了 所以说呢 另外还会给你提供一些VR的手套啊 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辅助设备 否则你没有办法做动作 身上会给你安装很多的这个传感器 像这个 投好玩家里头 那小伙子身上各处都是传感器 那个女孩跟他拥抱的时候摸他的时候 他身上都能有感受的 将来 将来慢慢的就会出现什么呢 今年已经出来手机的折叠屏 我在2017年的跨界演讲 镇江卫视 我就说有可能 在2018年会出现卷曲的屏幕 电视屏幕或者手机屏幕 现在已经出来了 就是可以把一个电视屏卷起来像纸一样 可以把手机折叠起来 4K电视 有了5G之后立即可以实现4K 8K都没有问题 再下一步是全息成像 就类似这样的 全息成像 根本就不用戴眼镜 直接就可以看到 就是像这样的 直接就可以看到 你看这人都没有戴眼镜 远程医疗 这些个都直接通过全息成像可以看到 所以说呢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出现 像维压技术 将来有可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就会越来越普及 我们将来看手机 有可能就能够看到虚拟现实的一些画面 好吧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哈喽 亲爱的角色兄弟们 大家好 我是战乎局编导小姑娘 今天我们的战乎铺子上新了许多宝贝 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大家好 中文字幕——YK